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這組是今天下午 很夢以奇妙 就在食物區的旁邊 突然聚集的一場 臨時的討論,然後被CL高推跟說 那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今天聊天的內容 那今天我們聊天的主題有點冷冷 但我們討論的主題是跟長照有關的 那大概背景資訊大概是這樣子 在今年5月15號的時候通過一個法 叫做長照服務法 那這個長照服務法基本上它服務的是失能者 那基本上大部分就是老人家 所以照顧老人家 這似乎是一個好像沒什麼懸念 社會普遍普世價值都會見同的事情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因為在我們討論人之中的人 叫李慕約 他非常反腐地提出了一些感覺上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想法 但是我們在場人居然沒有人可以反駁他 這是太奇怪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把他的論點整體出來分享給大家 就歡迎大家如果覺得很奇怪的話 等一下就去站李慕約 背景就這樣 那整體來說長照服務法在幹嘛呢 他就是要幫助失能者 他怎麼幫呢? 是最重要的一條在這裡 所以我們討論重點這第15條 討論到服務法說 他總共要有一個長照基金有120億 這120億就從一些公務預算來 政府這些預算來 然後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什麼呢? 就是做長照相關資源發展 聽起來都超級政治正確吧 對不對? 那李慕約的論點是什麼? 為什麼他覺得奇怪呢? 他大概覺得四個地方很奇怪 第一個是基金用途 第二是基金的公平性 第三是基金法條的寫法 第四個是最後他要給基金的建議 大概就是 然後我純釋不對禮物約就隨身講 然後基金用途的部分 他用我有三個 三個部分是奇怪的 目前的基金用途 實際上他的用處 大概會用在一些 第一種是新的長照模式 什麼日本引進的小規模多精能 之類的 新模式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類是 常常聽到什麼長照缺人力 所以用在人力的培訓培養 這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就是一些偏鄉的資源 那這邊第一種模式 就是長照的新模式 日本來的這種 領培的想法是說 任何新的東西 都不能夠確保 它一定是有效的投資 所以政府不應該是在 用一個法 就直接拿這些錢 去投資這些事情 它應該是 舉例來說 可能就是用計劃的方式也好 或是 它不應該就是直接 就是選定一種方式 投入這麼大的資源 所以第一個 投資它可能是有功能 它可能是不成功 是沒有效率的投資 所以不應該放在新模式上 好第二個 針對人力的部分 它認為是這樣子的 人力目前政府的做法是 它會有 因為看護 目前它其實可能都是 奇異性 奇異式的 所以政府會希望 辦一些訓練 有些訓練專門是針對 培訓這些看護 擁有失智症 照顧失智的技巧 照顧癌症病人的技巧 照顧癌症病人的技巧 那你會覺得這件事情 有什麼問題呢 這道理就有點像是說 政府有時候 會出些錢 讓大家去擁有資訊的能力 去上巨匠電腦 但這種通常來說 它最後的效果 好像不是很好 原因是因為 這些人力的問題 或許不是用金錢 可以解決 有可能它最後根源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台灣人 就是不想做 把食把尿的照顧工作 所以這些 人力的問題 是可以用錢來解決嗎 牧原認為應該是沒有辦法 最後第三個 是用在很正式正確的偏鄉 那偏鄉的部分 牧原就會說 那這些人就搬到都市就好了 那他沒錢怎麼辦呢 那他就留在原地嘛 那留在原地就沒有人進來 這時候怎麼辦 有一個我覺得 我還蠻有說服我的觀念 不是讓他們等死 而是如果資料沒有進去 他們本來 可能這個時間點 他就是會離開 所以錢 如果沒有進來的話 那只是他在 他原本會 死掉的時間 而沒有延長他的壽命 那這件事情 其實整體來講 有一個更深層的意涵 就是講到第二部分 基金的公平性 基金的公平性 是這樣子的 老人家他基本上 他其實 應該是 所有人類 如果你用時間軸 拉出來的話 他們是最沒有資格 被捕住的一群人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已經有一輩子的時間 去累積他個人 去累積他的財富 來面對接下來 長照的時候 他需要的這些錢 所以不應該是 政府要花錢在上面 相比起來 就是讓我把它搶拌 就是相比起來 他更應該花的錢 是用在嬰兒上面 這邊有一個 蠻經典我們不斷地討論 例子說 假如說我只有一副助聽器 我現在可以送給 我就只有一副 我是要給零歲的 生下來就是 耳朵有問題的人 還是我要給二十歲的人 四十歲的人 六十歲 八十歲的人 那他們不會的想法 以效率性來說 應該是要給最年輕的人 在我們資源是有限的情況下 所以第二是 基金公平性整體的問題來說的話 老人家他其實是不應該拿到資源 在資源有限相比 跟其他組織相比的情況下 第三是基金法條的寫法 法條寫法我們 這個部分我覺得 的確是可以討論說 這邊他直接寫是一百二十億 但是每一個投資下去 他有可能是 你會需要更多 或是你投下去一點之後發現 其實根本沒有效率 根本就不用花錢 所以直接把金額 明定在母法上面 這件事情或許也是值得討論 第三個部分 最後第四個是給基金的建議 給基金的建議 第二個層次是最好的 就是不要花錢 然後不要花錢的話 應該把錢放在那些 可以去 現在阻擋了這個產業發展 一些奇怪的法規 應該在檢視法規上 而不是什麼事情 都只會用錢 就可以直接來解決 然後另外一個是 如果真的要花錢的話 因為提了一個idea 是說你應該是一百二十億 你不要鳴定 你要用在偏商 都不用鳴定 而是你只要有人來申請 你就小的給五十億 五十億 五十萬 五十萬 然後這樣很多 要市場各式各樣 超級多元的長照模式出現 出現之後 如果有人成功了 自然市場的力量 就會讓這個模式 成功的模式 被複製跟擴散 這是木業的想法 然後所以 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攻擊它的話 就不要看 謝謝 謝謝 謝謝